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我们上个星期已经讲到热力学的第一定律 我们说整个热力学的这个第一定律呢 就是说我现在有一个系统 那这个系统呢 里面它的Internal Energy 那我们说它是U 这个Internal Energy的改变呢 是跟什么有关系呢 是跟这个系统 对外界对这个系统 它所加的热量 那外界进来的热量 还有另外一个是系统 对外界做工 那是有关 那我现在画的这个就是表示 外界进来这个系统里面 那这个U呢 这样子进来的方向 外界进来它是大于零的 那过得是系统对外界做工 是大零的 那课本上面写的是Q加上 那W'就是什么呢 W'是这个系统 外界对系统做工 所以W跟W'其实是 刚好是插了一个负号 那我们说这个是它的Pressure 跟Volum的改变 它们之间的关系 那从V1到V2 那PV2 你要看你是什么样的一个形式 那也许呢 你是一个定压的状态 那也许是一个定容的状态 那也许呢是理想气体 那不管怎么样的一个状态的时候呢 那我们都可以知道 它基本上面这个就是 这整个斜线PV底下的这个面积 就是我们所谓的W的部分 这是我们在上一堂课讲的 这个热力学的第二 这个第一定律的部分 那今天我们来看一下几个 在这整个定理里面 有几个东西是蛮重要的 第一个东西就是 在这整个系统里面 如果是绝热过程 绝热过程 绝热过程的意思是什么 就是Q 外界不会对系统加热量进来 所以Q就会等于0 OK 这是一个 如果你是这个 绝热过程的话 你一定是Q等于0的情况 那第二个 我们常常看到的 是一个等温过程 那这个等温过程的话呢 所代表的意思就是temperature 那temperature 是等于constant的部分的话呢 我们在后面会讲到就是说 基本上面这个internal energy 可能是temperature的这个函数 还有其他的函数 OK 如果我的internal energy 是temperature的函数的 只有only 是temperature的函数的话 那换句话说 我如果t是constant的意思 就是代表什么 就是internal energy internal energy 不会改变 对不对 那就代表 这个不会改变 那这个不会改变的意思 就是我们刚刚讲的 系统 外界对系统加进来的能量 跟我们这个系统 对外界做的公司 一模一样 OK 好 所以 基本上面这个是等温的过程 那这是我们也常常用的一个过程当中 那第三个部分的话是定容的过程 那在这个过程当中 这个是定容 所谓定容就是 我的volume不会改变 那一旦volume不改变的时候 是什么东西 我说volume不改变 就是这个蓝色的这个 就是定容过程 那定容过程的部分的话 你就会发现一件事情是 你的volume不改变 volume不改变 volume不改变的意思是什么 我们的volume不会改变的话 那表示外界对他的做工 或者是系统对外界的做工 他是等于理 OK 那换句话说 我的整个internal energy的变化呢 只有跟外界给他 OK 好 那我们会发现说 后面我们会看到 这个internal energy就是代表整个气体 或者是如果你这个是gas的话 整个气体的这个运动动能的部分 那这个是定容的 那还有一个是定压 那定压的意思是什么 定压就是 我的p是constant 那p是constant的话 那所代表的 我外界对系统所做过工 你从p的v来看待 定压就是这个过程 pressure是constant的时候 OK 那换句话说 你现在你的pressure是constant 在积分里面 你可以把constant把它移出来 那换 我们就可以看到 pressure的v 换句话说 你的volume从v1到v2的话 那v2-v1 这个就是你的total的w 那我们可以看到 在这样的一个条件下的话 你的整个 这个系统对外界做的工 或者是外界对系统做的工的话 直接是正比 它的体积的一个改变 这是第四种我们常常用的 那第五种呢 第五种是一个节流过程 那什么叫节流过程呢 它其实是一个 我们这两边有一个活塞 然后这两个活塞呢 中间其实是 间隔了一个非常坚固的这个壁 但是这个壁呢 有一个小洞 那在这个活塞的这一边的话呢 原来的压力是p1 那体积是v1 那我们做什么中工作呢 我们把这个活塞 慢慢的 往这边移 那你慢慢移过去的时候 就经过这个小洞啊 那你就可以看到 这整个过程慢慢移过去以后 活塞到最后 它移到这样子的程度 那在这个final state的部分的话呢 它的压力是p2 v2 好 那在这个过程当中呢 是没有 没有热的传导 换句话说 在这个过程当中 q是什么 那我们可以看到的一件事情 是大部分在这个过程里面 我们大部分的情况是p1 大于p2的情况 那你就可以看到 从你开始 这个压缩的过程当中 到final的过程当中 我们来看看这整个过程当中 所做的公式多少 我们说 从左边来看待的时候 它从v1的体积变成0 对不对 那右边的过程呢 是从0的体积变v2 那你就可以看到 从左边的过程当中 从左边的过程当中 这个左半部的部分 它其实做的公啊 这个公呢 它一直维持p1 p1 然后v1-0-v1 那 右边的部分呢 它的w是等多少 我们把这边是当成w1 这是w2 那是p2 然后final state是v2 initial state是0 所以它是p2 v2 那这边是负的p1 v1 所以你total的公 是等于w1加w2的 那它就等于p2 v2-p1 v1 这应该没问题吧 到这里面有没有问题 它是一个非常缓慢的活塞 在保持一个压力定压的状况之下 慢慢的移过了 那移到最边的情况 那我们说 既然你在这个过程当中 q是等于0 因为它没有热量的传递的情况之下 那我们从热力学第一定律 data u 是等于q-w 那换句话说 你现在 这个是q 这个u2-u1的部分呢 就等于q等于0 那就是负的w 那换句话说 我们在这边 把负的w就是p1 v1-p2 v2 那我们把它移向一下 我们可以看到u2加上p2 v2 就等于u1加上p1 v1 在这个过程当中 你发现了 这是final state 这是initial state final state的这个值 跟initial state的这个值是一样的 在这个节流过程当中 在物理上面或化学上面 我们把这个叫做anthropy 我们说这个叫寒 换句话说 在节流过程 ok 这整个过程当中 是anthropy是保持定值 这个是保持定值的 那什么时候会有节流过程发生呢 你们如果去看冷气机 ok 或者是电冰箱的装置图的话 就有一个过程是 这个气体啊 要从高压的地方到低压的部分 经过一个小小的小洞 ok 那这个就是我们所谓的 节流过程的一个部分 从高压到低压的部分 那你整个的这个 不止你的pv改变了以后 我们的这个internal energy 也跟着在改变了 那也因为internal energy在改变的时候呢 你这个温度会下降 那这个是从整个节流过程当中 我们可以看到的 你把internal energy 降低的部分 一般来讲u2都会 小于u1的情况 那他把温度整个下降的情况 这是节流过程的当中 我们常常会应用到的 另外还有一个是自由膨胀 那自由膨胀是怎么膨胀法呢 我说这个容器 那左边呢 关的是我们的气体 那右边呢是真空 那在这个过程当中的话呢 这个是一个磨 这个磨呢是非常薄的一个磨 而且它很容易破掉 所以当我把这个磨啊 弄破了以后 这整个气体就扩充到 就全部把它膨胀过来 那这个就是自由膨胀 那在这个整个自由膨胀过程当中呢 因为它的速度非常非常的快 所以它是一个解热过程 那q一定是等于0的 第二个部分 它没有外力的作用 没有外力作用的话 那它的功是等于0的 所以在自由膨胀的过程当中 你可以下一个结论是 它的ΔU是等于0 换句话说 在自由膨胀过程 不因为你膨胀以后 你这个温度 应该不会有什么大的改变 这个就是自由膨胀过程 那我们可以看到的 这是我们在整个热力学第一定律里面 我们所使用到不同的Case 那一般我们解热力学第一定律的时候 你都看到这个第一定律 这是Internal Energy 的Change的部分 是Q-W 从这个过程当中 如果你的改变 是非常小的改变 Infinity 它是非常非常小的改变的时候 那我们这个Data 就变成D了 OK 这个Q呢 的改变呢 我们就用底Q来改变 然后W呢 也是前面跟后面 就DW来改变 所以我们平常 在热力学里面的话呢 我们写DU等于DQ-DW 反而是 你看到比较常见的部分 那 如果 你的DW 再把它写成PDV的话 那热力学第一定律 DU就等于DQ-PDV 这就是热力学第一定律的另外一种形式 你看到的时候 这两个都是属于热力学第一定律 只是你现在看到的是你非常非常小的微分形式而已 它改变量很小的情况的它的微分形式 OK 好 那这是我们看到的热力学第一定律 到这边有没有问题 所以 不管你的整个过程是怎样子的 在你的我们举个例子好了 其实这个例子可以让你们拿回去做 我们说P上次已经有告诉你们说PV 如果我从A点我可以怎么到V点来呢 那我可以有先定压再定容这样走过来 那也可以先定容再定压这样走过来 那这两种Process各有它的好处 那我们可以看到 这两种Process的时候 你在什么时候 你的DataU改变是最小呢 那它的DataW 也就是说 这两个Process的W各是多少 然后 在这个整个系统里面 假设 这里进来的热量 进到这个系统里面的进来的热量是200G的话 那你可以去计算DataU 从A到B的情况之下 那同样的假设 这个A到C 这一点的部分 它进来的Energy Q是600G 那我们可以看到 DataU从E D到B 另外一个DataU从A到C到B 那你可以个别都去把它计算起来 那这个给你们回去做一个练习好了 或者是 你们好像还有两组没上台是不是 好吧 这个就给一组的同学 因为这个实在是很简单的一个例子 有一组的同学 好 那我们这样子的地方 有没有问题 怎么去使用热力学定理的部分 你要看你的系统 在哪种process底下的话 它有个别的这个 不同的这个特性和特征存在 好 记住的一件事情 这边的Q定义 进来的是大于0 出去的就小于0 这边的Q定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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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边的Q定书